谈谈苹果相关股份 刚才说到苹果 你讨论了苹果股价 你觉得能够继续上升 昨天见到苹果创了几天新高 那些相关股份 譬如信誉、瑞昇、高位电子 其实都有上升 其实你觉得这类苹果概念的港股 其实现在仍值不值得买入呢? 我们看回每一只的情况有所不同 其实香港里面那个Apple的概念 其实来说也不是很多 较直接的反而是 譬如高位电子那些可能会比较关键性 那个相连性会比较密一点 瑞昇表面上也是 但是你见到瑞昇 第一来说它是属于升学的范畴 那升学这一家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点常识 那都会知道它相对光学的发展 就真的差很远的 因为最简单的一个常识中的常识 这个光学来说 你可以是无限的嘛 就是可以那个是所谓的镜头 那个像素是可以无限提升的 而且它附加的功能 亦都可以无限地跌上去的 但是声学其实可以怎样发展呢? 声音就是声音 这个你去到声音已经绝对值是很漂亮的 那华媒立体声 那难道华媒四重立体声呢? 所以你用一个这么简单 就是用笑话式的 是所谓的理解 你会发觉 就是升学本来说是去到差不多尽头 这么算的 一个真实的证据就是 如果升学不是去到尽头的话 那瑞昇科技也不用发展 和这个信与光学直接竞争的 是光学镜头的所谓的业务 这个问题是瑞昇它禁后才发展 这个是已经在整个行业壁垒里面 都很分明的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你在光学龙头里面已经定局了 就是大立方 然后就去到信与光学 那你去到日本那些 譬如关东神尼那些 那些已经是比较是FERIA那些了 那你的行业壁垒已经形成了 你作为后期 究竟你是后期之秀 还是后期搭车呢? 那大家都是要去考虑 所以最有一句就是 如果瑞昇真的这么好的话 这个股价现在就不会是 就是断练是这一半 就是信与光学 即使是在近三个月的数据 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之下 你见到股价都是这么硬正呢? 如果是就是这个市场 因为你知道香港很少 就是这只股票这么比面的嘛 通常是一小小跌的话 已经是借一些倚是向下这么掃的了嘛 但是你见到其实信与那个数据 一般但是仍然都是这么支撑呢? 应该是有一些是最将来的聪明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所谓的苹果概念之余 我们都要认清了每个股票 它内在的真身 或者的情况 等下来 没关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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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